這棒帶到右半邊 打得非常的高 來看一下王威城要賺錢了 一萬塊直接入袋 哇 在一好三彎的情況之下 這一球應該又是被Jordan給接到 對 沒錯 比賽的一開始 忠信兄弟的隊長王威城 轟出了本季的第二發全雷打 那委員有得發揮了 這球仰角王威城帶得非常的高 沒錯 這也是林紫薇在紀念球季被打的第一發全雷打 上一次挨轟是在去年9月22號 當時是申浩維打的 威城也在家人們的面前開轟 因為他自己是花蓮子弟 來看一下從桌從桌 適逢現在的訴求有稍微在高的位置 那因為是三外球了嘛 所以打擊者比較容易設定這樣的球路來攻擊 很厲害 很厲害 張康宇追棒掃得很高 在左半邊來看一下 back to back開轟 又出去了 張康宇本季的第二發全雷打 中信兄弟的雙核彈頭 一右一左 在比賽的一開始就響起了戰曲啊 連續的兩發全雷打讓中信取得2比0的領先了 嗯 這個棒球真的很難講 兩棒都全在打 昨天打的9球 沒有1棒打出去 今天直接一次了 一口氣就讓大家看到兩發煙火 纏到了9顆球之後 阿坤直接把球掃到了左半邊 差一點就出牆了 對 這個領隊也不知道要怎麼樣去 表情很微妙 對 這個看起來是在笑 可是有一點 不是這麼開懷 打架輪到的是姬鴻 當然對林紫薇來說 要先拿出局數 還是高的位置 對 這跟衛城那個球是很類似的 哇 這兩棒真的好不客氣 第一局中信就先賺2萬了 大家好 我是中信兄弟詹子嫻 想跟我一樣在周地棒球場上打球嗎 你的機會來了 中信兄弟夏令營回來了 名額有限 快上官網報名喔